台中是一名妇人 26号白天到太平去一处山区种树 结果不慎衰落边坡 掉到250米深的山谷底 弟弟想下去救人 但是因为坡度太陡了 一个不小心自己也受困 救难人员获报赶到现场 在深夜先把弟弟救起来 姐姐则是在今天清晨7点成功脱困 两个人都没有生命危险 救难人员小心翼翼 要将62岁妇人从山谷底救起 经过领夜搜救 总算让他从250公尺深的山谷中拉起来 重回到地面 等一下稍微卡住 好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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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坠落83层楼高的山谷 将近24小时的惊魂 还好生命迹象稳定 怎么也没想到 26号上午来到太平区 关云岭山区种树 却发生坠谷意外 家人等不到夫人回来 晚间救人多报警 夫人的弟弟想要自行救人 结果自己也受困边坡 因为这个山坡地太陡 所以后来上山来找的家属 他下窃之后发现他自己也受困了 警察人员26号晚近90多出动 深夜11点多救出弟弟 索性毫发无伤 赶紧出动搜救犬 漏液扩大搜救 27号凌晨1点多 透过声音辨识掌握位置 凌晨4点结束到伤者 透过架设绳索 下切到山谷 清晨7点将夫人救出 意识清楚 左脚踝肿胀 无法行走 夫人表示自己来山区种树 疑似边坡太陡峭 才会不慎摔落山谷 多亏家人和搜救人员的协助 划险为宜 接着从曾经纪红杰明 台中报道